两个好友放学完闹 胡料却发生意外 他会哭了就是哭啊 他就是把我手往哪儿疯完 给孩子胳膊从侧华了 当时孩子正胳膊没穿衣服 这么捂着胳膊在哭 一个承诺一份保单 为何却难以兑现 到学校学校说 已经放学的时间就归校舌馆了 归校舌馆了 那我就是不知道怎么 一校舌一还说没上校舌 面对事故赔偿 当事人相互推责 最后竟对簿公堂 要我出一万 和解分给我一万 我当时就生气了 我已经没给他 庭审现场马上播出 校园意外谁担责 2016年4月28日 这天对于两个12岁的女孩来说 是寝室难安的一天 我接到孩子 当时孩子正胳膊没穿衣服 这么握着胳膊在哭 这个人名叫高淑霞 是吉林省农安县的一个农民 当天他正在家里干农活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是学校校车管理员打来的 说他的女儿小童在学校意外受伤 然后我就问我说 那咋能这样事呢 他说的妈是错话的 我以为我说也可能是错话的吧 得知消息后 高树霞立即赶到了学校 与此同时 小伯的妈妈也接到了电话 小童和小伯是同一学校的校友 虽然他们不是同班同学 但两人平时关系很好 经常一起玩耍 事发当天 两人放学后 一起进学校的小卖店买东西 没想到就发生了意外 经过医院检查 小童被诊断为 幼宫骨外科紧骨折 住院14天 我家孩子现在还不僵了 一年零点 现在要是洗头咋 自己能洗了 刚开始的时候 胳膊抬到这样 现在也不敢临中头去 现在洗头 没红头勺费劲 刚开始的时候 孩子那是六年毕业嘛 学习我家孩子 总是前五年学习 到初中开始 就是总一写字手就麻 现在手也麻 大夫也就是说 鉴定鉴定出来 那手也麻 然后就苦 就是想想写字就苦 后来 虽然这次意外 给小童的身体和心理上 都带来了严重的创伤 但幸运的是 经过手术 小童的伤在慢慢恢复 可是就在这时 一场纠纷也随之而来 我说我家孩子受伤了 得涉及到手术 涉及到有医药费 我说这个应该谁来承担 因为我没啥责任 你孩子没给我送到家 你要孩子给我送到家的话 你这是 你要送到家的话 孩子出事 我卖房卖地 我就给孩子接病 由于事情发生在校园内 所以小童的妈妈找到了学校 校长是这么说 说你放心吧 你家孩子受伤了 受伤了 这意思孩子承受受伤之苦 不可能医药费让你拿 说这有我们学校在 不得有人管 校车不管吗 那孩子他家不拿吗 我说校车也没提这个医药费的事 他家孩子也没提医药费的事 他说那你放心 你该孩子治病治病 那个校车不管 他家孩子不管 我学校还能管吗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卢晨 欢迎收看本期的庭审现场 校园安全问题 一直是社会关注的一大话题 小童和小博两个孩子 事发时还是六年级的学生 两个人因为放学后 在校园内打闹 导致了小童手臂受伤住院 虽然伤口经过手术 已经在恢复 但是小童的医药费 竟迟迟没有着落 小童的妈妈找到学校 校方也表示说 放心吧 住院费的事 如果小博家和校车方不管 学校一定会负责到底 可是事情过去一年了 为什么小童的家人 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补偿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让我们一同走进 今天的庭审现场 开庭 2017年9月12日 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 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院长姚建新审理了此案 现在宣布开庭 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宿法 第134条的规定 今天公开开庭审理 原告高同 诉被告农安县 开安镇第二中心小学 被告月清岭 被告赵立博 被告赵万强 被告王明霞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农安支公司 身体权 生命权 健康权纠纷一案 作为被告方 学校校车负责人 小伯的父亲 以及保险公司 参加了庭审 小伯的母亲 因为身体状况不好 未到庭参加诉讼 下面进行法庭调查 首先由原告宣读起诉状 民事起诉状 原告高同 女 2004年1月19日出生 汉族学生 由于小童属于未成年人 所以小童的母亲高淑霞 作为原告的法定代理人 参加了本次庭审 首先 原告向法庭提出了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赔偿原告医疗费9000元 护理费1800元 住院伙食费1500元 营养费1000元 车费500元 精神赔偿金5000元 残疾赔偿金22652块3毛4元 以上合计41652块3毛4元 2.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 原告向法庭陈述 2016年4月28日下午 原告小童放学后 在等待校车之际 到校园内小卖店里买东西 后遇到了被告小博 两人在玩闹时 小童不慎被被告小博绊倒 经过医院检查 最后小童被诊断出 右肱骨外科紧骨折 住院14天 后因没钱治疗 于是原告母亲多次于学校 校车负责人 以及小博家人协商 我家孩子是28号处的事 29号那天 做手术那天 我给校长打电话了 他说那你放心 你该孩子治病治病 那个校车不管 他家孩子不管 我学校还能管 在听了学校校长的一番话后 高淑霞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一直到小童出院 学校校车房 还有小博的家人 都没问及此事 往我家孩子是 头一次住院住了11天 然后就回到学校了 回到学校 我往回来 出院的时候回来 他家那个 他爸他妈妈 来看我家孩子了 这要费事也没提 这不是吗 没提我看 这是校车也不提 学校也不提 没人提出 你家还花多少钱呢 看看咱这咋整 这是怎么解决 是不是 眼见没有任何一方站出来 给个说法 高淑霞再次找到学校 经过多次协商 学校答应 组织大家坐下来 好好把事情解决 可是 事情发展的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 我家孩子 必定在你学校处理事 我没有别的能力 去找别人去 就得找你 后来那个 就经过 他不管了 他就说不管了 不是 那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都说你管到底了 你说让我们放心看病 他说那我没责任 那你说我咋管 他也不给拿钱了 赵就不给拿钱 我没啥 我管不了 这责任应该是他们的责任 我没责任 几方经过多次协商 学校和校车负责人 最终答应 他们各自出五千元 其余一万元 让小伯家承担 应用他家 总费用是要 一万九千几 完了 后来说给到 就是要两万了 要两万呢 当时大太说 让我出一万 和解 分给我个个一万 我当时我就生气了 我就没给他 小伯的家人认为 虽然这件事是因小伯而起 但是小伯的责任不是最大的 不应该出那么多 最后 这次协商只能无果而终 我第一感觉是学校有责任 学校 因为我家还在学校处 这是第一感觉 但是到学校 学校说 已经放学的时间 就归校舍管了 说归校舍管了 那我就是不知道 怎么一校舍 一还说没上校舍 上一参加 参加还说 我在家有父母 我还在学校 有学校校园 老师看监管 你说我真的不知道 现在谁责任重 所以没招了 我就把他们告上法庭 一个都没了 我说你们去也就去了 我谁都得告 那么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方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被告中心小学进行答辩 那个原告提供的事实 给予认可 但是这个沟童同学 是在2016年4月28号放会以后 被这个周安博 他的孩子推倒的 推倒的 导致胳膊摔伤 结果答辩完毕 被告月经理进行答辩 我答辩一点 因为学生在校园内发生的事 我校舍在校外 与我校舍无关系 被告赵立伯进行答辩 孩子无意识 跟他私放倒 在没调解 和学校 我有没有 什么看法的 被告赵万强进行答辩 他也是无意识的 在学校我也不知道怎么事 被告保险公司进行答辩 因本案是由侵权人造成的伤害 首先应当由侵权人承担责任 被保险人学校如在该行为中并无不当 则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答辩完毕 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各被告的答辩 本厅归纳反而争议的焦点问题是 各被告对原告所受到的损伤 应否承担责任 如承担责任 各自所应该承担的份额及数额 原告对法庭归纳的焦点问题 有没有意义和补充 没有 各被告对法庭归纳的焦点问题 有没有意义和补充 没有 两个好友放学玩闹 不料却发生意外 他会哭就是哭啊 哭我这说的 妈呀 他说我咋的 他就说 他就说我们俩疯玩 他就说他摆过手 我们俩疯玩 给孩子胳膊中错玩了 受伤住院 住院费该由谁来承担 放学后 我帮赵管员 会老师把学生交到 我们赵管员手 有交接手续 我希望校方提供交接手续 庭审现场 校园以外 谁担责正在播出 小童的妈妈说 自从小童住院以后 他们全家人每天都提心吊胆 没睡过一个好觉 看着孩子每天疼得大哭 做父母的是看在眼里 疼在心上 事发后 校车方和小博的家人 虽然第一时间也到医院 看望了小童 但是对于赔偿的事情 他们是只字不提 不得已 小童的妈妈 只好找到学校讨要说法 可是学校始终 没有给出一个 合理的解决方案 眼看 事情过去了一个月 小童也出院了 可是依旧没有一方 主动出来承担责任 事情真的是 那么难以解决吗 还有 两个孩子 是在学校的小卖部打闹 发生的意外 那么怎么就牵扯到了校车方呢 校车和这场意外 究竟有什么关系 面对法庭的审理 被告方又会有 怎样的说法和辩解 法庭调查 现在问各方当事人几个问题 原告 你是什么时候接到电话 告诉你孩子受伤的 四点半以后了 接到的孩子 四点半之后 是接到孩子 还是接到电话 接到电话就到那了 就接还没差 也就差十分钟 我家就到六甲了 当时看到孩子的时候 现场除了孩子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 有赵立伯 还有校车看管员 姚孙苗 他妈仨人在场 有没有学校的工作人员 没有 高树霞说 他到学校后 当时学校已经关门 校车管理员带两个孩子 在校外的一个饭店里等 并且实发后 学校老师并不在场 中心小学 问几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 两个孩子在那个玩闹的 那个小卖店 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在我们校园内 小卖店的房子是属于谁的 学校的 小卖店的经营者呢 是学校还是其他人 其他人 学校跟小卖店经营者 是什么关系 租赁关系 学校跟校车的关系 校车属于单独承包房 校方称 学校和校车之间 属于承包关系 两者约定 校车方 每辆校车 需要配一名看管员 负责学生的安全 并且在学生放学之后 看管员 需要接送 乘坐校车的学生上车 校车管理员 是从三点半 就开始经过孩子 还是说 从他出了校门之后 对某一个时间节点 某一个区域的经管孩子 从三点半开始 就放学以后就开始 校车他在哪儿接孩子 是在校园 是在教室门口接孩子 还是在学校门外接孩子 在班级门口 就是那个校车 能开到咱们学校 学校校园里边呢 他校车在我们校园外 管理员在哪儿接孩子 在班级门口 校方称 当时学校和校车方 有一个责任协议 上面写明 乘坐校车的学生 放学之后的一切安全 归校车负责 但是校方并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 咱们学校有几台校车接送学生 三台 等校车期间呢 咱们学校有没有就是给学生 提供一个后车的地方 有 在什么地方 在我们校园警务室 因为他有三台校车 我们坐校车在学生 将近三百多人 就是疑似拉不走 由于乘坐校车的学生人数众多 而校车只有三辆 所以校车方只能分批送学生回家 这期间很多乘坐校车的学生 只能在学校的警务室等候校车 就是在轮流这个接孩子这个期间 平均每个孩子后车的时间 大概有多长时间 大约20分钟到40分钟 我们的他每台校车的路程不一样 就是说在孩子这个后车这个期间 孩子们 孩子们是不是在像你刚才所说的 要在警务室里后车 对啊 在警务室后车期间 除了你刚才说的管理员之外 学校有没有派专人去负责管理这些孩子 我们学校有那么几个老师 就做巡逻 做巡逻 那当天就是4月28号 赵立博和高同 他们两个在后车的时候 有没有老师在现场 应该有 那当时高同和赵立博出现这个事的时候 你们老师没有立即到现场吗 到现场了应该 谁到现场的 这说不清楚吗 那时候都4点20以后了 方案的事情 我们郑老师下班4点下班 可以问被告几个问题吗 可以 我想问一下校长 那个孩子出事 去年4月28号下午放学后 那个那天孩子是有固定的老师交到校车看管员守之后出的事呢 还是这个看管员没接到孩子出的事 这阶段 应该是老师救到赵原守里头 之后出的事 校方说发生事故之后 有学校老师到场 但是学校没有提供证据证明 那个月清岭问你几个问题 你跟学校之间 这个校车和学校这个关系 是什么关系 我们属于单独承包者 合同是怎么约定的 你们负责在什么位置接送孩子 跟学校怎么交接孩子 我们放学后 我方照管员 会老师把学生交到我们照管员守 有交接手续 我希望校方提供交接手续 你说的是学校的老师把孩子交到你们的管理员手里 对吧 这个时间节点能不能说清楚 放学后 对于校方之前的说法 校车方有不同的意见 校车负责人称 学校和校车方的协议写的是 学生在放学后 应该由学校老师将乘坐校车的学生 送到校车管理员身边 并非像校方所说 是由校车管理员到班级门口接学生 那这个管理员他是在班级门口等孩子 还是在校园内等孩子 还是说在校园外等孩子 我们在学校门口有一个警卫室 在那等候 孩子们就是说全是在警卫室那块上车 是吧 对 在永世校外 校车在校外 直接上车 在门口 赵管理员在门口等 在警卫室就是负责给孩子们送上车 这个负责人是管理员还是学校的老师 我们管理员 原告除了将校方校车公司 还有小博以及小博父母告上法庭外 还把保险公司列为了被告 那么保险公司对于这起事故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保险公司问几个问题 跟学校签订这个保险合同 咱们是什么时候签订的 是15年8月签订的 有效期是 到16年8月 咱们保险的范围是什么 保险的范围就是在学校内的公共场所 因学校的过失或者是疏忽造成学生造成的伤害 这属于保险的赔偿范围 由于学校尚有校园责任险 所以学生在校园内出现的事故 学校负有一定的责任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可以由保险公司负责 也就是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 但是保险公司认为 小童的意外事故 虽然是发生在校内 但是学校没有责任 所以保险公司不应该进行赔偿 被告赵立伯 法定监护人问几个问题 你是几点接到电话 说孩子受伤 就是造成其他孩子的伤害 我听的电话是 听孩子他妈告我4点40左右 4点40 他接着电话就给我打了 孩子妈妈是怎么陈述的 就是刚和我孩子出事了 赶快去 然后你到现场接的孩子 还是说到管理那儿 我到现场找孩子的时候 学校已经没影了 我家孩子在那个照管员家里头 那么对于被告小伯家 他们又会怎么说呢 小伯的父亲说 他在得知小童受伤后 就立即给小童的家人打了电话 忘了我说给他对方孩子打电话 在这个情况下 我说那我一会去上网看你们去 当时他那什么 他说不用来了 第二天 小伯的父亲到医院看忘了小童 并提出了在医院照看小童 但是小童家人没有接受 他们家有事 我说你要没送地方 我找几个帮你给弟送上 他说不用 我给他也拿 孩子也拿这东西去的 完了 当时我说你家还是没人的话 那我就顾个人吧 我顾个人伺候那家孩子 但是过后他爸提过这个事 说是那个 我带钱去的 带两万块钱 我心里要是不够我借给你 但是不是我家孩子 给你垫付的医药费 因为我家孩子在学校处的事 我不可能是拿贤弟找学校 两个好友放学玩闹 不料却发生意外 法院开庭 证人出庭作证 我过去了 我过去了 他就疼我过去了 我没心呢 没心他能给胳膊卡回来 我现在小孩 其实也没太时间 就绊倒了 我说胳膊能舍 不可能是 批了不是舍 庭上各方被告相互推责 究竟谁该承担事故责任 那么学校已经放学了 办的事情跟学校没有关系 法庭举证制证 即将还原怎样的事件真相 庭审现场正在播出 校园意外 谁担责 小博的爸爸也表示说 这起事故发生 确实因小博而起 小博有一定的过错 并且事后 他也想过对小童一家进行补偿 但是学校给出的赔偿方案 让他接受不了 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学校也说 小童的伤虽然是发生在校园内 但是发生事故时 学校已经放学了 并且小童是乘坐校车的学生 学校和校车方已经达成了协议 放学后乘坐校车的学生的安全问题 是由校车方来负责的 对此 校车方也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那么 这场意外事故 究竟谁的责任更大一些 接下来原被告双方 又会出示什么证据 来还原事实的真相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 举证制证 举证制证 首先由原告向法庭进行举证 出院诊断书两组 同时 原告向法庭出示了小童的住院病例 和住院期间的医用票据 证明小童在住院期间所支出的费用 随后 原告向法庭出示了 由吉林司法鉴定所 做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 证明被鉴定人小童 诱上之外伤 构成实际伤残 特别告对该份证据有没有疑议 没有 没有 本庭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原告继续举证 还有两个证人 一个是校园内开小麦店的老板 还有第二个证人是销车看管员 首先 小麦店老板胡国出庭作证 那你陈述一下 你所知道的案件事实 那天他俩 高童和赵立伯去 往那卖店买东西 之后 赵立伯给高童半导 然后我就给那个 校车管理员打电话了 没有了 你那个小麦店是 在什么地方 在学校院内 当时发生这个事的时候 还有谁在场吗 还有不少学生在场呢 都能作证 胡国经营学校小麦店 已经有七年时间 学生在他店里吵闹 也是常有的事情 胡国说 当天小童和小伯进店里买东西 两个女孩只是闹着玩 没想到小童会摔得那么严重 我过去了 他说疼我过去了 我没想到 没想到他能给胳膊卡坏了 我现在小孩 也没太时间就绊倒了 我说胳膊能舍 不可能舍 批了不是舍 袁杠你对这人有没有发问 当时那你 根本跟这俩孩子对话 就是赵立伯 是不是说是他给高童半导的 赵立伯说那一嘴 接着证人姚春苗出庭作证 那你向法庭陈述一下 你所知道的那个案件事实 好的 刚刚放学 我在学校前院 看着坐校车的孩子 完了这时 那个卖店胡我 给我打电话 那个说赵立伯和高童 在卖店买东西时 那个赵立伯和高童疯玩 然后那个赵立伯用脚瓣 给高童半拽了 说完之后 他就把孩子带到我前院来了 完了我看见高童 我说严重不严重 疼不疼 他说疼 之后我就给那个双方父母 打电话了 那个打完电话 高童他爸爸妈妈来了 就把孩子带走了 去医院检查了 校车方 聘请姚春苗 担任校车管理员 已经很多年 他的工作 主要是负责学生 在校车上的安全 并组织管理学生 有序的上下校车 就是说在学生 在学生等待校车的这个阶段 你是负责管理这些孩子的 对我经过 刚放学 我在前院经过他们 然后他们刚放学 就上学校后院去买东西去了 他们有买东西时间 小卖店在什么地方 小卖店在后院 在后院 你在哪个地方 就是说跟孩子交接 跟学校交接 那时候没有交接 放学他们没上我这来 就上学校 学校卖店买东西去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在前院 等着这群孩子过来 还是说你到某个地点 去接这些孩子 我在学校前院等他们 证人姚春苗证实 当天学校放学后 他在学校前院等学生 而小童放学后 是先到的小卖店 期间并没有老师 和他做交接工作 作为被告 有没有向证人发问的问题 那个我想问一下证人 就是忽然打电话 具体时间是什么时间 具体时间 大概四点十分左右吧 每到四点二十 问完了 其他被告有没有发问呢 那个当时是在校内 还是校外发生时 在校园内 在校园内两个孩子 买东西时 校园是在校外 校外接送学生 对 是在校园内发生的 对 没有了 随后 被告保险公司 向证人发问 我想问一下 就是咱学校 大概是几点放学 四点 四点放学 就是说孩子在四点十 湖国是四点十分 给你打的电话 对 就是在十分钟 他们就去买东西 就受伤了 那你们平时是 大概 多长时间 把这些孩子接走呢 有就四点十五左右吧 原告对证人正言 有没有疑议 没有 各位被告 对证人正言 有没有疑议 没有 那个 我有点疑 学校有什么疑议 当时事件的发生 是4月28号 我们执行的是 救援局规定的是 村寄座椅时间 我们学生放学的时间 准确的说 应该是 三点三十分 证人可以退庭 听后在那个 听声笔录上签字 原告是否还有证据 向法庭提供 没有了 随后 被告学校方 向法庭出示了证据 一份证据 提供农官县 农村小学 座椅时间表一份 我就证明 我们的学生 是在三点半 放学的 紧接着 被告学校方 向法庭出示了 第二份证据 小童参加 校方责任保险单 各方当事人 对这份证据 有没有疑议 没有 其他被告 没有 法庭辩论 法庭调查阶段结束 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首先由原告 进行辩论发言 我没有什么辩论的 因为事实依据 都在这摆着呢 我相信法律 和法庭人员 审判长 审判员 是最后会做出 公正的裁决的 被告中心小学 进行辩论发言 服从法院的裁决 被告月清岭 辩论发言 没有 没有服从裁决 被告赵立伯 进行辩论发言 被告赵万强 进行辩论发言 服从才一个 被告保险公司 农安智公司 进行辩论发言 就同答辩论 自认意见 由于各方当事人 均没有其他的 更多的辩论意见 法庭不再进行 第二轮辩论 下面 由各方当事人 向法庭做最后陈述 原告 向法庭做最后陈述 就是要求法院怎么判 要求法院 按照我民事起诉状上 请求判令赔偿的医药费 合计41,652块3毛4 由被告承担 被告中心小学 向法庭做最后陈述 那个原告 沟通发生的一个事情 是4月28号 4点20以后 我方因为 4点20以后 那么学校已经放学了 发的事情跟学校 没有关系 回答完毕 被告月清领 做最后陈述 我要求法院 我不承担责任 不承担责任 被告赵立博 赵万强 我也不承担什么 托到这个人 被告保养公司 向法庭做最后陈述 没有了 请求法院 依法裁决 由于被告王明霞 被盗听 本厅呢 不再组织调解 如果各方当事人 有调解的意愿 听后 咱们再组织调解 现在宣布修听 修听后 各方当事人看笔录签字 修听 两个好友放学玩闹 不料却发生意外 那个说赵立博和高同 在卖店买东西时 那个赵立博和高同 疯玩 然后那个赵立博用脚瓣 给高同拌拽了 受害人四处讨要赔偿 最终竟一无所获 到学校学校说 你放学的时间 就回校舍馆了 回校舍馆了 那我就是不知道 怎么没校舍 应该说没上校舍 上一趟家 趟家还说 我在家有父母 我还在学校 有学校校园 老师看监管 面对原告的诉求 法院又会如何裁决 校园意外 谁担责 广告之后 播出判决结果 2017年9月26日 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 对此案 依法作出判决 法院认为 原告放学后 上校车之前 在校园内受伤 细数学校疏于 安全教育管理之职责 被告学校方应付相应责任 由学校方赔偿的部分 应由被告保险公司 在保险限额内 予以赔偿 被告校车方的 安全注意义务 仅在学生上下校车 和在车内 及其行驶途中的范围内 所以校车方 在涉案事故中 无责任 同时 以原告小童 和被告小博 该年龄应有的 致死水平 和认识能力 应可预见 玩耍风闹 存在的安全隐患 所以两者 应承担相同的责任 最终 法院判决如下 一 被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农安制公司 赔偿原告小童 医疗费等 各项经济损失 合计36614.51元的40% 即14645.8元 二 被告小博之监护人 被告赵万强 王明霞 赔偿原告小童 医疗费等 各项经济损失 合计36614.51元的30% 即10984.35元 三 博会原告小童的其他诉讼请求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 但是玩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分寸 法案中的小童和小博 就是因为在玩闹的过程中 没有掌握好分寸 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孩子的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 但是很多家庭以及学校 往往会忽视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在这里 我们也借此案提醒所有的家长和学校 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 一定要提高孩子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使发生在他们身上意外事故的可能降到最低 我是陆辰 感谢收看本期的庭审现场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